快停下 你有毛病 突然间踹出来 想我就是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去 我这个暴脾气 我怎么说话了我 姑娘 你怎么还打人啊 老娘打的就是你 老娘有的是钱 你又是有钱 你也可以打我啊 你看你这身装扮 一看就是农村人的土鱼 姑娘 农村人怎么了 你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有钱就能乱打人呢 我有钱就是了不起 我想打谁就打谁 以后还敢逗我 大哥你没事吧 这不是赵总吗 你来着 干什么呀 哦 我刚刚在工地转了一圈 朱总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你这是在干什么 解释 我有什么好给你解释的 刚刚 我开车开得好好的 他呀 突然给我窄出来 要不是我刹车啊 刹得快 他呀 早就快飞天上去了 刚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了 明明是这位好心的大叔 看你车前面有块木头 想给你搬走 你不但不感激他 还动手打这个大叔 你这么做 还有没有良心了 就算你刚刚说的都是对的 那又怎么样 你别忘了 咱们可是合作关系 你难道想教我怎么做人啊 合作伙伴又能怎么样 你今天必须给这个大叔道歉 道歉 做饭吧你 你 小心我取消咱俩的合作 怎么啊 你还想教育我不成 你别忘了 咱俩可是合作关系 怎么 有种打我呀 赵总 你为了这个赵总灭光 这样打我 为了这个不相恶的人 你真的吗 值得 今天这个事 你让我看见了 我就不会不管 我相信 除了我 任何一个人 他都不会修处旁观 哎呦喂 原来咱们赵总啊 还是正义小天使啊 我取消跟你合作 取消合作 像你这样的人 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你不要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随便欺负人 赵总 没有我的投资 你的产品 怎么卖得出去啊 我对我的产品 有信心 就算没有你的投资 我相信大家 也会支持我的 等等 给大叔道歉 你有完没完 今天这么多人看着呢 但凡有一个人 说我要给他道歉 我 天下跪下来 把自己啊 删成中头 如果说没有的话 不好意思 你的产品 要免费交给我来做 而且 你的连滚带爬的 爬到我身边 叫我三生 不耐耐 家人们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女人 如此的嚣张跋扈 道德败坏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大家说 他应不应该 给这个大叔道歉